哈喽,大家好,我是Jackely 很多项都在问7月该怎么规划呢? 我们接下来update一下我们的7月课程表 从7月5号到7月30号,总共有20天 我们将有安排20堂的全美英文课程 加上6堂的儿童财经 在英文课程的部分呢,我们以绘本故事为主轴 那里面的重点,我们希望可以增加孩子的口说能力 还有孩子的理解能力 因为我们在每天故事里面会和小朋友去讨论故事里的情节 相同呢,我们也希望听到小朋友的回馈 那另外呢,我们在周五的部分呢,会做其他的安排 举例来说呢,在英文呢,我们会增加他们的读书性的报告 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增加初阶的儿童辩论 希望可以增加他们的思辨能力 听到这边,有没有觉得很刺激 我们也广征我们的英文好手来参加 第二部分呢,是我们的儿童财经课程 那选择这个主题的原因是因为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在一阵中和钱相处的时间都相当的长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堂课程 能够给孩子正确的理财金钱观念 那我们会从货币的演变到四大强盛货币 那后续会延伸提到说,钱的进与钱的出 举例来说,我们会有本业的收入 比如说我们的薪水,我们的理财收益 比如说投资,股票,动产不动产 可控制的支出,比如说今天买不买咖啡,要不要看电影 那不可控制的支出,包含比如说股票 这样的方向,那我们希望这系列的课程 能够给孩子更正确的金钱观念 那以上呢,是我们的7月课程 期待你的加入哦,拜拜